上人国小将这个礼拜定为多元文化周 特别在今天举行多元文化区位闯关活动 结合客家 闽南 原住民 越南及马来西亚等多国文化特性 让孩子认识多元文化 上人国小多元文化周区位闯关活动 共设计的六关 有学习客家语 制作雷茶 玩传统古铜腕沙包 念闽南俗语 学习原住民语 品尝部落美食 还有玩大富翁游戏 认识马来西亚地理景观等等 每个关卡小朋友都相当投入 了解到许多不同的文化特色 我要谢谢学校举办这些闯关活动 让我学到了许多国外的语言 或者是地点什么的 马来西亚就有就说问你好的事 阿爸嘎巴说谢谢的是那个 我掉了 做雷茶很好喝但是很辛苦 做起来很辛苦 这次有学校举办的闯关活动 有非常多的关卡 然后我觉得新的我觉得是蛮好玩的 因为能让我们体会到外国各种文化 跟特殊的所有东西 这个礼拜是上任国小的多元文化周 学校规划一系列活动 结合课程活动设计 推展认识多元文化与经验分享 希望小朋友进而接纳异国文化特色 让学校充满温馨和友善 我们今天举办这个多元文化日的活动 是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 让小朋友可以认识各种不同的文化 并且学习尊重跟包容 那我们这个活动 其实投入的人力是很多的 除了全校老师全部动员之外 也有我们的原住民语老师 还有柯嘉语老师 还有我们的越南文化社社团的志工妈妈 还有我们的闽南文化社的志工爸爸妈妈 一起来参与 所以安排的活动很丰富 包括了各种文化语言的表演活动之外 还有各种文化美食的品尝 还有机智问答 相当的丰富跟精彩 多元文化周趣味闯关活动 不只全校总动员 志工妈妈也相当投入 让小朋友能在精心设计的游戏中 对不同的文化有更深层的认识 记者曾均云才能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者 独播剧场 ×期監力 bench 正 GOD 詞曲 李宗盛